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最具权威的颁奖典礼之一 Pick Song Yesu De Sang 将在5月7号举行 而昨天入围电视电影戏剧部门的名单公开后 在韩网引起了热烈讨论 4月8号上午 第六十届百奖艺术大厂 宣布了过去一年 在电影电视戏剧部门中表现优异的入围名单 而入围名单的选定 是透过专业评审团预先调查之后进行的 这个评审团 由60位来自电视电影戏剧领域的专家组成 透过严格的审查流程来确定入围名单 但是在女子最优秀演技奖入围名单公开后 就有很多网友们提出了疑问 首先入围第六十届百想艺术大厂 女子最优秀演技奖的人有 很多网友们表示 目前最受欢迎的韩剧 《沼里王》中的女主Kim Jiwon 创下了巨大的话题性和受视率 但她的名字却被遗漏了 为什么男主Kim Jiwon入围了男子最优秀演技奖名单 但获得热烈人气的Kim Jiwon 却未能进入女子最优秀演技奖名单 此外也有网友们指出 入围戏剧作品奖名的名单中 有SBS电视剧AKU AKU的编剧Kim Ni 也被入围了电视剧本奖名单 但在AKU中 表演了出色演技的演员Kim Jiwon 却也未被列入最优秀演技奖候选名单 而让网友们都惊讶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收视率第一 话题性第一的女演员没有入围 真的是不像话吧 我周围最近都在看《努莫烈云》 都只谈论Kim Jiwon 当然是以好的意义上 真是出乎意料 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Kim Jiwon到现在都没有获得过任何一个最优秀奖 特别是在百想艺术大赏中 完全没有获奖记录也找不出原因 她应该是90年代生的演员中 唯一一个既有眼界实力 没有负面新闻 又是顶级外貌的人 感觉没有获奖运 真的很遗憾 比起Kim Jiwon Kim Teddy更出乎意料 Kim Jiwon的演技 收视率上话题都不错 但女主角竞争太激烈 而且剧还在播放中 所以是有点料想到 但Kim Suyeon能入围才让人意外 因为候选人都很强大 所以有需要再增加的人选 但没有人可以被踢出的人选 男女候选人群不同 所以可能只有一方被提名 说什么作品成功就必须两个人都入围 这是什么逻辑 这不是人气讲 对于Kim Jiwon Kim Teddy 没有入围百想艺术大赏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前一阵子全面反驳霸凌争议的演员 崇汉勇再次被打脸了 之前所属公司官方声明 崇汉勇确实牵涉到了暴力事件 但没有直接参与 当时的受害者C 是崇汉勇同桌同学 在暴力事件当天 加一者们要求崇汉勇 告诉他们C何时到学校 出于恐惧 崇汉勇只是告诉了他们C到学校的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 崇汉勇并未对C进行暴力 崇汉勇的错误只是向加害学生告密 因为崇汉勇当时已经出道 所属公司希望快速结束这起事件 于是就给了CE比何姐姐 崇汉勇就自愿转学了 但是在4月8号 在最初报道霸凌争议的实施节目 主播表示 所属公司一直坚称是造谣 并预告对举报者和我们进行法律应对 我们直接访问了遭到解体暴力的受害者 接着问道 我直接问一下 崇汉勇也有打你吗 受害者A某回答 是的 因为处分委员会和强制转学都太明显了 我们同学们应该也都知道 那时真的是件大事 我也被打得很严重 所以上市达到了医疗休养4周以上 原本我们是亲近的朋友 之前没有问题 但崇汉勇中途转学过来后挑拨离界 最后导致了集体暴力 之后其他两个朋友找到我父亲后跪下道歉了 但是崇汉勇没有 而对于崇汉勇反驳 自己只是向加害者们打了小报告 同桌同学有来学校而已 并没有直接参与暴力行为 受害者也表示 我们的桌子排列是单排的 所以不存在同桌的概念 甚至那天我还缺席了 是朋友们叫我出去 然后发生了暴力事件 崇汉勇也用手和脚打了我 最后主播问 如果崇汉勇现在承认错误并道歉 您会怎么做 受害者回答说 我不想接受他的道歉 因为那个人 我的高中生活被毁了 想到当时的挑拨离界 即使现在成为成年人 也觉得太恶劣了 所以我一点也不想接受他的道歉 而最初爆料霸凌正义的举报者 也对主播表示 毫无罪恶感的 一贯采取不知道的态度 是对受害者的侮辱和逃避责任 如果我说的是无中生有 你是清白的 那就以虚假事实诽谤罪起诉我吧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好厉害 怎么能这么厚颜无耻呢 现在该承认了吧 因为要支付广告和下一部作品的违约界 所以公司是在拼命的护航吧 这不就是他在剧中的角色吗 透过挑拨离间 让女主在学校时期一直被排挤 被抓包说谎的过程 真的很像自己演过的剧中角色 原来不是人生演技 而是他的实际人生啊 我还姻缘他了呢 都快40了 谁会想到会有人爆料霸凌呢 霸凌真的会毁掉一个人的人生 一个家庭的幸福 千万不要因为那种自以为很帅 事实上却很丢人现眼 没出息的事情 而毁掉自己的未来 你绝对不知道 未来会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会遇到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